大家新年好 我是小薇 我现在在我的房车里 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已经是正月初五了 之前的视频说 2023年我就要房车旅行了 今年房车旅行要去哪些地方 就在1月27号 就是明天中午12点到2点 给大家直播分享 今天还收到一个好消息 就是小鹏说的 他在初十左右就会来到南冲 看这就是面包车的钥匙 在我这里 车是售猴的 小鹏是来开着售猴的车 说的要出发去西藏 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车就停在这里 这个是大通T90的皮卡房车 这辆车一直停在这里 等着小鹏过来取 上一次我和小鹏见面的时候 还说让他感受一下 开房车出去玩的 那天时间太匆忙了 看一下这辆面包车 售猴改的 里面改的很好 待会给大家看 因为我有钥匙 然后这辆车是我的小白车 之前就是我跟售猴两人两车 在青海自驾了好几个月 很多网友那个时候 就关注我们的旅行 还说的是每天都要收看 因为当时我们去的地方特别美 都是售猴规划的 都很多天没开这车了 还有48的电 好像是600阿里边 上面还有碳能板 所以他这个车停了很久了 还有那么多电 这里设置了一个小桌板 拿这个位置推拉罩 不是推拉罩 就是可以延伸 这个挺方便的 可以拖出那么多 我又不小心给它拖 拖出来了 一想到这个就很尴尬 我记得有一次在青海 我做的饺子 对我一拖这个桌子 不是我拖的 是社侯拖的 一下饺子都滚地 就是没整队 可以拖出那么长 这都一米多了 真是老洞大开 这里还有 那这椅子是这样拉出来 就是一床 这上面还有电池炉 还有一个 隐藏在里面的冰柜 这冰柜都没有关的 我看一下它这里面 还冻的东西 还有这么多吃的 这个是空调 注册都可以用 这里面 水池 这个就不看了 这里面是个水箱 这里还有一个排气扇 这个怎么开着的 我要把它关了 不然下雨的话 之前我自家青海 我那辆小白车 只能带一个户外电源 和一个小的水桶 平时用电用水 都是称猴哥的 这辆车之前还有两个备胎 在路上很多人都要问 因为一般的越野车 都才一个备胎 然后上面还有这扬棚 反正东西很多 这车一路吃了很多苦 你看这个 这边 还有还有哪里 这玻璃都裂了 好像买的时候都裂了 都没弄过 前面还装了脚盘 反正好像 瘦猴说的花了好几万 刚刚把这面包车看了一遍 突然就觉得小鹏运气真好 出发旅行做自媒体 就遇到瘦猴带着他 而且开着他改装 那么多功能的面包车 就是说在车里面用水用电 做饭 然后住车里都是特别方便 说到自媒体 我看瘦猴都好多天没有更新了 在家里过年可能没什么拍的 他就不更新 过几天小鹏就到南冲了 我说的跟他一起去周边旅行一下 如果在家没有什么事可忙的话 欢迎收好到南冲来玩 因为这样子可以早一点恢复更新 好像说的出国应该是要2月多少号 才知道政策 也希望他换一辆新的车出国 我觉得那样会更好一点 反正我就话说到这里了 欢迎商丘的两位小伙 到南冲来玩 不过来南冲 也看他自己 因为我想的是 如果出国方便的话 他可能就直接出国了 如果后面又谈婚论嫁 可能以后再到南冲来的 那种几率就很少了 就作为曾经的队友 看到那辆面包车 突然感慨了一下 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小微话多 我一看到这个门 就想着 我这个户外罩 这是柴油罩 就不用带煤气罐 然后这上面可以放东西 这里面调料盒 都是分隔 挺好的 然后外面也有储物箱 然后这里面 大家也都很熟悉了 这上面是一个拓展的大床 我把这个弄得很花 我就觉得洗清就好了 这里有冰箱 衣柜 洗衣机 下面有橱柜 装碗的 然后这边斜柜 然后这个你看 自动挡2.0T 这就是我移动的家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 应有尽有 太棒了 我一看到这个 我就想着小鹏来了 说的要给我做饭 因为我拿到这辆房车的时候 提车的那天 就吃了一盒方便面 这些都没有用过 就等着小鹏过来开火 开火做大餐 这一排停车位 只能停三辆车 如果再长一点 这个停车位 我就会把我的面包车也停过来 面包车已经三年了 接下来就换成这辆车了 很多人都说小微鸟枪换炮了 说到这个鸟枪换炮的问题 最近回到家里拍了一些房车相关的 包含带我爸妈感受一下房车生活 这真的不是像个别网友说 我是在显摆 我觉得 觉得奋斗真的很有意义 包含现在买房都有补贴 补贴还很多 说白了就是让我们有梦想 有压力 就意味着我们活着 不单单 只是活着 还要有梦想和压力 就觉得奋斗更有意义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争取每天都发视频 说到这里我就想说 如果守候在桑秋 不知道拍什么会一直停更的话 欢迎到南冲来做客 南冲来玩 这样就可以早一点恢复更新 然后等到正车出来了 再回桑秋去换车 再出国旅行 也是挺好的 至于我房车要出发去哪些地方 就在明天中午的12点到2点 直播跟大家分享 大家记得明天进我直播间 看着舍猴可能很快就要出国了 真的为他感到高兴 就是说他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不过又为他感到担心 毕竟他之前视频说的是去俄罗斯 现在应该很冷 反正就希望2023我们都各自努力